在经济部中小企业处指导之下 国性乡十家业者办理国性路由区群聚计划 从去年开始凝聚共事 日前也在北港村有机棉花田 办理野地餐桌的活动 结合美景以及在地食材 所做出的精致料理 希望让大家更认识国性产业 既能能够帮助地方观光以及产业得到推广 我们四个店家集合包括国性的南港跟北港村 我们希望透过游城的方式 把南港跟北港两地的风景 包括人文集合在一起 那这次所办的鹿龙野地餐桌 我们把当地的食材跟国性特有的一些文化 另外把一些精神点全部呈现在我们今天的食材里面 也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 把我们国性的一些好在地的一些文化 能够呈现给所有民众 让大家能够来国性对我们多一个了解 多一份观光 然后带动我们国性的繁荣 县议员陈宇军表示 透过野地餐桌的展示 让当地不管是业者或是社区妈妈们 去研发当地的特色料理 并且串联当地的景区共同来推广 除了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也能够帮助产业得到行销 这样新的旅游形式也会更加的丰富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展示 让很多的记者知道 也把这样子的讯息放在他们的网站上面 那未来我们的游客进入网站之后 就可以知道来到北港村来旅游的时候 还可以吃到当地非常有特色的 妈妈的味道的这种很特色的菜肴 那我想透过这样的方式 不但可以促进我们产业的行销 而且也可以让我们当地的妈妈们 有多了一个就业的机会 那再来呢 也会让整个的旅游的形态呢 更加的丰富 真正达到食宿游构型 副委员盘一全 感谢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辅导办理国性路由区计划 整合国性乡南港 以及北港两村的旅游资源 并且结合在地食材 办理野地餐桌 行销在地观光 以及产业的用心 也期许 透过计划的推广 能够提升在地观光 以及产业的能见度 进而帮助地方可以繁荣发展 记者陈伟一 国性乡采访报道